你好,欢迎每天听本书。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代表作《罪与罚》。托斯托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。之前我们解读过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,那本期要给你介绍的这本《罪与罚》也是他的代表作。 在这本书里,托斯托耶夫斯基把宗教、政治与个人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对个人与社会、道德与权利、信仰与自由等终极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追问。那就是,正义能不能通过个人来实现?一直以来,正义是通过法律来维护的。但托斯托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 他创造性地从文学和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关于正义的这个问题。他想看看,在正义面前,一个人的承受力到底能到什么程度? 于是,他在《罪与罚》里创造了罗家这个人物。罗家在穷困潦倒的绝境下,认为自己是可以超越法律约束为所欲为的超人。因此,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,抢来了一笔钱。 但是杀人之后,罗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超人,内心的痛苦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的神经。 后来,他与基督徒姑娘索尼亚认识并相爱,最终在索尼亚的规劝下投案自首,被流放到西伯利亚。 在流放中,他决心皈依东正教,从中得到救赎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认为,个人是没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的,因为个人眼中的善恶是小善恶,个人无法代表决定生死这么大的正义。 在故事里,罗家怀着未免除害的心情,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太,这是他作为个人眼中的罪欲罚。 而杀人之后,罗家不仅没有体会到行侠仗义的快乐,反而感受到巨大的痛苦。 这种痛苦就是上帝给他的罪欲罚。 当自己的规则无法解释世界的时候,痛苦的罗家不得不去找更大的规则。 所以,在故事结尾,罗家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拯救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展开, 这些人物迷茫无助,想大声呼喊,却只能痛苦地呻吟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,却也因此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。 他出身于小贵族家庭,却因为痴迷赌博过着贫困的生活。 这让他既难以融入上层社会,又与底层格格不入。 病痛时时刻刻折磨着他,生活压得他无法呼吸。 于是,他试着在空想社会主义上寻找寄托。 加入了革命小组。 1849年,他因为和革命小组成员一起朗读至果格里而被集体逮捕,并被判处死刑。 在行星前五分钟,沙皇才降下旨意,赦免他的死罪,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役。 五年后,托斯多·耶夫斯基得到特赦。 再过了五年,才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。 在流放途中,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,开始信奉宗教。 这段流放的历史也影响了他之后的文学创作。 最语乏的构思最早就是在流放路上形成的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曾给哥哥写信,说自己想要写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,却迟迟没有动笔。 1864年,托斯多·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去世,留给他一家子需要照顾的人和难以偿还的债务。 为缓解经济压力,他向出版商预知了筹稿,代价是如果不能按时交稿,就会成为出版商免费的写作机器。 尽管答应了如此苛刻的条件,拿到稿筹的托斯多·耶夫斯基也没有安心写作。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,他决定出国旅行。 在旅途中,托斯多·耶夫斯基没能挡住诱惑,再一次走进赌场,赌得身无分文,只能抵押上不少私人物品。 1865年8月,托斯多·耶夫斯基在给情人的信中提到,旅馆拒绝给他提供伙食和其他服务。 于是,在破旧的小旅馆里,没有钱,没有食物,甚至没有光的托斯多·耶夫斯基坐在桌前,终于开始动笔创作《罪与罚》。 《罪与罚》的故事,也开始于彼得堡平民区中,一个没有钱,没有食物,甚至没有光的小屋子里。 主人公名叫罗继昂·罗曼诺维奇·拉斯科尔尼科夫,朋友和亲人叫他罗家,为了方便讲述,我们也叫他罗家。 罪与罚的全部情节都围绕着罗家展开。 在故事一开始,罗家是个优秀的大学生,偶尔还能发表一些文章,做些翻译赚点稿费。 但是,这些收入加上母亲的养老金还是不够付学费的,所以罗家只能辍学。 没有了生活来源,罗家不得不像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抵押私人物品,换来少得可怜的抵押金。 可是,这些抵押来的钱根本不够交房租,房东扬言要轰走罗家。 于是,走投无路的罗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,那就是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太,抢走她的钱。 在罗家看来,这种做法没什么不道德,因为老太婆像是吸血的狮子,而自己靠这笔钱度过难关之后,将成为改变世界的人,并千百倍地回报社会。 促使她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,是母亲的一封信。 在信上,母亲告诉她,她的妹妹本来在一个地主家做家教赚钱,但是差点被地主强暴,因此不得不辞去了工作。 现在,妹妹和一个有钱的律师订婚了,不久之后,母女二人就会来彼得堡完成婚约。 读完母亲的信,罗家觉得,妹妹并不爱律师,订婚只是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。 所以,她决定尽快从困境里走出来,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,杀死老太婆,抢走她的钱。 杀人抢钱的过程异常顺利,但就在罗家准备离开的时候,老太婆的妹妹突然回来了。 被撞了个正着的罗家不得已,只能也杀了她灭口。 随后,罗家跌跌撞撞地逃回了自己的住处。 到这里,小说的第一章就结束了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用短短的篇幅,把故事的戏剧性推向了高潮。 杀人之前,罗家一直认为自己是拿破仑那样的英雄人物,只不过暂时运气不好。 相对的,老太婆就是这个社会的蛀虫。 但是在杀人之后,罗家不仅没有享受到刑侠仗义带来的快乐,反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。 最可笑的是,原本为了周转而抢来的钱,也只能藏在一块大石头下面。 那这样一来,杀人又是为了什么呢? 自己一直坚信的所谓的规则,究竟有没有意义呢? 罗家陷入一种近乎癫狂的魔症,几乎整天不省人事。 他徘徊在要不要去警局自首的两难境地,不断地自我拷问,一次次变换着答案。 他一会儿对自己说,我进去,跪下,只认不会。 一会儿又对自己说,一定不是那件事。 这种状态,有点像哈姆雷特,生存还是毁灭的心灵拷问。 但是,托斯多·耶夫斯基没有采用常见的内心独白模式来描写罗家的痛苦。 无论是表现罗家与自我的矛盾,还是自我与世界的矛盾,托斯多·耶夫斯基都用了对话这种形式。 评论家把这种小说称为副调小说,意思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像传统独白形小说中的那样,屈从于作者的意志,而是独立平等的主体。 他们通过与作者对抗性的对话来表现自我的本质。 因此,这些对话有时候甚至是和作者的意志截然相反的。 最愚乏的故事讲到后面,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分裂的,他们不再是拥有单一人设的文学形象,我们很难用某个或者某些词来给他们下一个定义。 也很难简单地说谁是好的,谁是坏的,因为他们和真实的人一样,是鲜活的,矛盾的,具有无限的可能性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也不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,把作者摆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上,而是成为对话的参与者。 对于这些人物的命运,他无法起到主导的作用,于是让人物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终点。 因此,在叙述的过程中,他把自己的自相矛盾之处,也通过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,入目三分地表达出来。 可以这样说,小说人物本身的多重人格的矛盾,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,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多个人格之间的对话。 托斯多·耶夫斯基用一种呕心沥血的姿态,把自己完全融入作品,给《罪与法》带来了巨大的感染力。 那回到故事里,罗家身边的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以为他只是病了。 凶案发生了第二天,罗家的朋友拉足米星帮他烧来妈妈寄来的生活费。 性格孤僻的罗家只有拉足米星这一个朋友,而且这个朋友跟他的性格截然相反。 拉足米星聪明、乐观、热情,总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。 而且,他不害怕失败,每次都能找到办法让生活回归正规。 比如,他和罗家一样戳了血,但他很快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了血液。 如果说,在罗家身上,托斯多·耶夫斯基倾注了自己的不少真实经历。 那么,拉足米星身上,或许承载着他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。 拿到钱之后,罗家强打起精神出了门,正当他再次陷入痛苦,并且准备马上去自首的时候,恰巧遇到被马车撞伤奄奄一息的马尔美拉多夫。 马尔美拉多夫曾是一个九等文官,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,因为酗酒,他丢了工作,还挥霍掉了家里所有的钱。 他和前妻生的大女儿索尼亚被迫靠卖银来贴补家用。 虽然罗家和马尔美拉多夫只有一面之缘,但是看到被马撞伤的马尔美拉多夫,他没有犹豫,马上请来了大夫。 可惜,一切都太晚了,马尔美拉多夫悲惨的人生,画上了句号。 罗家把刚刚拿到的钱,都给了马尔美拉多夫的家人,用来办丧事。 这时,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涌出了一种旺盛而充沛的生命力。 身体虽然还虚弱,但是心灵的病痛似乎稍稍康复了,善举减轻了罗家的罪恶感。 于是,罗家放弃了自首的念头,他回到家里,发现母亲和妹妹已经到了。 当着母亲的面,罗家要求妹妹毁婚,妹妹不同意,两个人大吵了一架。 不得已,老好人拉足米星出面打圆场,安顿罗家的妈妈和妹妹。 接触过程中,拉足米星对罗家的妹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,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似乎即将水到渠成。 第二天,索尼亚来邀请罗家参加马尔美拉多夫的葬礼。 故事的女主人公终于登场。 索尼亚靠卖银养家,但在托斯多耶夫斯基笔下,她整个人都散发着神圣的光芒。 这种设定看起来很不合理,但其实它体现了俄罗斯独特的圣鱼文化。 神圣的圣,愚蠢的愚。 据学者考证,圣鱼产生于十一世纪,盛行于十六到十七世纪。 圣鱼们大多是文盲,他们衣服破烂,到处流浪,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的地方胡言乱语,甚至咒骂行人。 这些怪人普遍受到社会推崇,被当作基督教的先知,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,能遇见未来。 在罪与法里,把卖淫和圣洁两个极端融于一身的索尼亚,就是典型的圣鱼形象。 我们再回到小说当中,伴随着女主人公的出场,托斯多耶夫斯基也加快了叙事的节奏,把重点从罗加的自我对抗,转移到了他与整个世界的对抗。 罗加觉得,别人对他所说的话,都像是在试探他,要套他的话,他要做出防御和反击。 他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解释着他的超人理论,他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占少数,他们是超人,是统治者,可以为所欲为。 他们的罪行都是合法的,因为他们最终将打破旧的法律,建立新的秩序。 另一部分占大多数,他们是普通人,只能遵守现有的规矩,对于命运只能选择逆来顺受。 罗加一直认为,自己是少数人中的一员,他也一直用这个理论来支撑着自己的精神,让自己相信,自己杀掉的只是一只社会的狮子。 罗加的这个理论直接涉及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,个人与公权利的关系。 关于这个问题,英国智治学家霍布斯在他的代表作《利维坦》中有过精确的描述,你可以在每天听本书,听到这本书的解读。 简单来说吧,从政治学的角度看,在公权利形成之前,人类都生活在丛林法则中,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和荣誉而相互斗争。 为了结束这种令人恐惧的局面,每个人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,从而形成公权利。 这个公权利维护人们的生存,裁定人们的利益,保全人们的荣誉。 但是,你愿意让渡这部分权利吗?我们自由的边界又在哪里?当公权利不作为时,我们该如何自救? 罗加试图用他的理论给出答案。 直到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,罗加的理论才轰然崩塌。 这个人叫斯维德里加伊洛夫,是那个曾经要强暴罗加妹妹的地主。 这个人可以说是罪与罚中最神秘的人物,没有人知道他的巨额财富从哪里来,也没人知道他要做什么。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,他可以不择手段。 种种迹象表明,有三条生命葬送在他手上,但他却表现得无所谓。 他正是罗加口中那种不受法律道德约束的人,也正是他看穿了罗加杀人的事实。 他以此要挟罗加,企图对罗加的妹妹图谋不轨。 就在他的如意算盘几乎得逞时,罗加的妹妹说了一句真心话,说自己永远也不会真正爱上他。 出人意料的是,这句话大大刺激了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神经,他居然自杀了。 有人把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反转解读为,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灵魂缺少信仰, 他同样被自己杀人的行为折磨着。 所以,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,又自知救赎勿望的时候,他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自己。 当然,这种解释并不圆满,但是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也恰恰说明了人性的复杂。 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这个人身上,有许多既难以理解,也不可能完美解释的秘密。 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这个少见的姓氏,显然也不是作者随意安排的。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,这个姓氏是贵族中恶棍的代名词。 给故事里的这个恶魔起这个姓氏,再合适不过了。 实际上,在罪与罚中,大部分人的姓氏都有背后的含义。 主人公罗家姓拉斯科尔尼科夫,这个姓氏同样十分少见。 从此跟上,这个姓氏来自俄语单词分裂,及其派生词分裂派教徒,专指那些十七世纪与东正教信仰决裂的旧信徒。 而拉祖米星则来自另一个单词,智慧。 显然,这也是对他的人物设定最好的解释。 好,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当中。 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看穿了罗家杀人的事实,并且指出了罗家的理论根本毫无道理。 罗家杀人也绝不是为了什么全人类的福祉。 这一切,击碎了罗家的精神支柱。 在马尔美拉多夫的葬礼结束后,罗家向索尼亚坦白了自己的罪行。 这一次,他不再用什么理论来为自己辩解了。 他承认,杀人只是为了自己,他压根不是什么超人。 他也只是一只狮子而已。 所以,他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,也真正杀死了自己。 最终,在索尼亚的规劝下,罗家选择了自首。 在接受审判时,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 但是,审判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宽大。 人们认为罗家杀人的行为发生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,而且他还做过很多好事。 最终,罗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。 判决公布之后,索尼亚陪着罗家远赴西伯利亚服刑。 罗家的妹妹则与拉足米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不久之后,罗家的妈妈过世。 不过,罗家并没有因为判决而获得解脱。 在流放途中,他生了病,一直治不好。 他的病不是因为繁重的苦意,而是因为内心的痛苦。 他开始不断怀疑,自己到底是狮子还是一个人。 如果是狮子,那么杀了人的他就该死。 可是他还活着。 如果他是一个人,为什么又和狮子一样,过着毫无意义,也无法选择的生活呢? 终有一天,他忽然领悟。 既然自己曾经的信仰已经崩塌,为什么不能让索尼亚的信仰变成自己的信仰呢? 于是,他跪倒在索尼亚面前,接受了他的爱,也接受了基督的洗礼。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。 在《罪语法》出版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,弗洛伊德在他的学说中,完整阐述了三重人格理论。 这个理论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逐渐成熟。 所谓三重人格,指的是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 而在《罪语法》中,犯罪的罗家,忏悔的罗家和得到救赎的罗家,恰恰对应着罗家的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 三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。 本我是本能的我。 罗家为了自己的生存,选择走上杀人的道路,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替天行道。 自我,是面对现实世界的我。 罗家在杀人后,陷入了良心的谴责,惶恐的灵魂无处安放,陷入了地狱般的煎熬中。 超我,就是理想化的我。 故事的结尾处,罗家背负了苦难的十字架,得到了最后的救赎。 可以说,杀人是本我驱使下的膨胀,而良心的拷问则是自我与本我的斗争。 最后的忏悔,是超我最终胜利的体现。 我们很难说,弗洛伊德确实受到了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启发,但是罗家这个人物成为了三重人格理论的绝佳例证,被后世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一次次引用。 罗家最后的救赎,离不开理解本书的另一把钥匙,宗教。 托斯托耶夫斯基和罗家一样,在流放途中皈依宗教,罪与罚中有大量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描写。 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来说,活着几乎都成了一种奢望。 所以罗家发出了呐喊,并选择了杀人抢钱的方式自救。 然而,在真的这样做了以后,他没有得到丝毫解脱,反而感到了一种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罪恶感。 这种感受本身就成了对他的惩罚。 在背叛流放之后,流放和苦意也无法缓解他的负罪感。 真正的惩罚仍旧是来自内心的自我谴责与恐惧。 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看来,直到将灵魂托付给上帝,罗家才得到了真正的平静与救赎。 罗家的疑问可能正是托斯托耶夫斯基自己的疑问。 当自己的生存、利益和荣誉受损,而公权力没有履行他的职责时,我们该怎么办? 让渡给公权力之后的自由,他的边界在哪里? 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延续,我们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吗? 实际上,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,从人类社会形成至今,从未停止过。 托斯托耶夫斯基找不到答案,所以他将追问的终点定格在宗教信仰上。 但是《罪与法》这部小说,却越过了这个终点,他激发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本源的追问,还将继续下去。 最后,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里的知识点。 一,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创作《罪与法》之前,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,最终在走投无路的境地下,他在一个没有钱,没有食物,甚至没有光的小酒馆中,开始了《罪与法》的创作。 二,在《罪与法》的创作中,托斯托耶夫斯基用副调取代了传统小说《独白》的模式,对话成了主要的叙述方式,角色成了有生命的个体,而不再是由作者摆布的符号化的形象。 因此,通过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,作者将自己灵魂深处割裂的自相矛盾之处表露得更加深刻。 三,《罪与法》的主人公罗家,成为了三重人格理论的绝佳例证,即犯罪的罗家,忏悔的罗家和得到救赎的罗家,分别对应着罗家的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 四,托斯托耶夫斯基借主人公之口,提出了人类社会最根本性的问题,个人与公权力的关系。 当自己的生存利益和荣誉受损,而公权力没有履行他的职责时,我们该怎么办? 尽管托斯托耶夫斯基最终的答案止步于上帝,但是本书却越过了这个终点,继续拷问着人类灵魂深处关于社会本源问题的答案。 好,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,为你准备的笔记本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。 恭喜你,又听完了一本书。